你在捡什么 这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你这什么东西吧 这不是松果吗 这是松果吗 这不是小的吗 小的松果吗 你这什么树吧 山树 山树能找出松果来 你咋想的 这三个 对这三个还差不多 这是山树 怎么可能找出松果来呢 那他去哪找松果 去松果 松树上摘起来又有松果 你这是松果吗 你的松果都分不去 我以为这个就是 你要笑 这个不是不要剪了 你剪过去学校都丢人 这不是松果 这是山树上的 松果就松树上摘 等我陪你去摘 松树没有那么刺 这个不是 不要剪了 你天天的 人呐不是 剪过去都老是笑话 不是啊 我带你去找 看叫你什么叫松果 走吧走吧 带我去找吧 一天天的 你在打葫芦啊 你怎么在打葫芦来 小儿子读学员了 老师布置的任务 让收集几样东西哈 稻杆 烤圈 鹅乱石 还有一种那个松果 这四种土都没搞齐了哈 就差松果了 我还有竹片 竹片 竹片多的是 还有筷子 哦对 还有这些筷子 这这个有 啊松果 同学们也不认识 这里够呛哈 哈哈哈哈 把这个山树的果子当的清酒了 我看长得一样 长得是差不多 但是松果也比较大 我还贴一片一剪 还被扎了一次 划不来 现在带土同学们去山上 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松果啊 我见过 只是我看长得像 有点没区分开 走 先牵着 又犯了个二 别吃了 哎呀 别碰我 什么呀 松果 来松果 去哪走 去山上走 大棵是 哪个是 上面一样没有 这一棵 边上这棵 这里面好高的那个 对 哦 我们这边山树居多 松树比较少 全山树 这个就是松果 我就搞明白了 这个大碗 来 土豆妹 这个才叫松果 知道不 这个大是一样吗 对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农村人 我们家周边都没有这些玩意 要到山里面去才能找到 到这种深山里面 你们是黄豆高破没有树是吧 对啊 哪边高 哪边是它的底子 这样长的 谁说的 本来是这样长的 这样的吧 你们看这个根部 就是啊 这是根部应该这样长的 到了长啊 那松子不是这里面吗 这没有松子啊 你还以为还有那松子吃啊 这也没有 那怎么这样长的啊 嗯 尖的在淘虾 先放这 我先剪剪了一堆 多剪几个了 我再挑 这一天天的 你看满地的 是在那边 都是你看 都是啊 你看 这是干的 干的就会散开 如果是新鲜的 它就很紧实 要不你爬上去摘两个新鲜的来 啊 你爬上去摘两个新鲜的来 爬上去啊 这这这十几米高 我爬上去吗 你开玩笑啊 你就不会让我拉两个 够 够了 你 这形态瓜太露就行 你在看啥 看我家牛啊 哦 我看到了 在那里 牛都在那里 没管 早上赶紧进去就不关了 还没跑就行 走 回家吃午饭 走